好另外光复乡公所首度举办全乡联合儿童节庆 安排点心原优惠 以及邀请知名的如果儿童剧团现场演出 不料今天上午的活动才刚刚开幕就碰上了大地震 立即疏散到户外避难 但由于大小余震不断 为了学童们的安全 乡公所也当场宣布所有活动式取消 乡长林清水表示 虽然遗憾不过明年度也将会持续推动办理 全力秒各校学童还开心的逛点心原优惠 下一秒天摇地动 在乡公所以及师长的引导下全都到户外避难 这是光复乡联合儿童节庆祝活动现场 那今天儿童节好玩吗 好玩 说什么好玩 那刚刚地震有没有办法的 那地震要怎样 那地震要怎样 光复乡公所举办首届的全乡联合儿童节庆祝活动 光复乡公所举办首届的全乡联合儿童节庆祝活动 不料却碰上了规模7.2级的强震 学童们平安疏散到户外空地上 但由于大小余症不断 为了学童们的安全 乡公所也当场宣布 接下来包括如果儿童剧团的演出等所有活动全部取消 光复乡第一次办联合的青春儿童节 我们不巧现在碰到大地震 所以在我们在户外做了几样汤呼噜 捧鸣香还有棉花糖 这几个室外的体验活动之后 我们就根据县府停班停个 停个校带来的带回去 然后原来的麦当劳也因为 因为餐机吹机坏掉也没办法送到 所以感到什么的遗憾 然后还是跟我们代表会员廖主席联合来资政我们的儿童节的礼物 希望小朋友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当然虽然是遗憾 因为我们今天排的活动蛮多了 像一些剧场还没办法演出 我们希望明年度再来试着办更有意义的活动 首届联合儿童节庆碰上大地震 不仅学童乡公所也错不及防 乡长零薪水对此虽然遗憾 不过也强调在安全无余之下 明年度也将会持续推动办理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